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时事短评 今天呢我有两个感叹 哪两个感叹呢 第一个感叹就是引发经济仓制乱的戴智颖 昨天的比赛终于结束了 那比赛结果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 所以过程我就不讲了 但是呢结果却让我很感叹 为什么感叹我们等下再讲 那第二个感叹是什么 第二个感叹就是 曾经红遍大陆半边天的一个男明星叫做吴亦凡 结果呢大家可以看到 他现在已经锒铛入狱了 那为什么锒铛入狱的原因 我相信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我今天也不在这边讨论 我只不过是一样感叹这件事情的结果而已 那为什么我对这两件事情都充满感叹 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感叹开始说起 在说之前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有没有血海深仇 我相信是有的吧 就拿我父亲那一代来说 像我父亲的哥哥以及他的兄弟姐妹 都曾经被共产党所指挥的红卫兵给斗争过 甚至于我的大伯还在那场斗争中 惨死在街头 所以呢我父亲该不该恨共产党恨红卫兵 我想他是应该的吧 因为那是他从小到大一起陪他长大的亲人 所以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是理所当然的 我这样说对吧 好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 请问要是拿我来说的话 请问我该不该去恨共产党恨红卫兵 当然我相信按照血缘关系来讲的话 我父亲的哥哥毕竟是我的大伯嘛 所以呢我的大伯被共产党所指挥的红卫兵迫害到死 因此呢是不是我也该连带着就应该仇恨共产党 以及仇恨红卫兵对不对 但是呢真实的情况我可以告诉各位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我对红卫兵或是对共产党 我根本一点恨意都没有 甚至于对我大伯也是非常的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这些事情通通是发生在我出生之前 因此呢对于什么叫共产党 什么叫红卫兵 甚至于我的大伯 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们 也没有见过他们 所以对于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以及所经历的事 要我就这么开始恨他们 坦白说我还真不晓得从何恨起 只不过因为这件事情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 因此呢 就算我后来有那么一丁点恨意 也是继承我父亲的那面恨意而来的 而这样的感觉 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你们对共产党的感觉 以及你们的经历 也应该跟我差不多对吧 好那说到这 我再问各位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一下我的下一代 我需不需要再把我父亲那一代 也就是他的爷爷所发生的事情 所遭遇到的仇恨 再传授给这一代 然后要求他把这样的险海深仇 世世代代 永生把这样的仇恨传授下去 直到永远 我相信大家一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对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那些人那些事都已经离他更遥远的 甚至于都可以说 他根本跟那些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继承这样的仇恨 所以我现在可以开始回过头来 讲我第一个为什么我要叹息的原因了 就是因为我看到昨天戴智颖跟这个大陆选手的这张照片 来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是不是两个人打完以后 一张握手言和拍得非常好的 甚至于有点打动我的照片 那打动我在哪里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请问各位 戴智颖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高雄人 那我就请问 戴智颖跟共产党之间 有像我刚才所说的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 那样的邪海深仇吗 是不是完全没有 那既然没有 为什么台湾有很多像戴智颖这样的第三代年轻人 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跟看法 就如同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 有邪海深仇般的那样的讨厌共产党 以及排斥共产党 这到底是为什么 就如同李敖先生 他在深情的时候曾经问过民进党 民进党为什么要像国民党那样子痛恨共产党 共产党又没有杀民进党的家人 也没有灭民进党全家 跟共产党有邪海深仇的是国民党 但是民进党为什么要继承国民党的仇恨 而这样的去痛恨共产党呢 就如同我现在也不了解 像戴智颖这样的第三代年轻人 你们跟共产党之间更是没有邪海深仇 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为什么继承民进党 给你们对共产党的仇恨 然后去这么的讨厌 去这么的厌恶 去这么的排斥共产党呢 不要再用什么共产党是极权 而台湾是民主将的理由 坦白说 再用这样论述的人 难道你们不觉得你们的脸 已经被你们自己打得非常肿吗 面对菜马桶这种已经公然谋财害命 公然牵制言论自由的政府 请问跟共产党比较起来 台湾还有点说别人是搞极权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感叹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无知年轻人 到现在还被民进党洗脑 觉得你们该继承民进党 给你们莫名其妙对共产党的仇恨 请问你们到底跟共产党有什么仇 有什么恨 有什么邪海深仇 你自己能够说得清楚吗 其实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都是同一个祖先 都是同一个民族 请问我这样的说法 有谁敢说我不对 因为哲学不是有三大问题 一个叫做我是谁 第二个叫做我从哪来 第三个叫做我打哪去 请问一下 这三个问题痛恨共产党的年轻人 你们谁可以回答我 要是我问你你是谁 我相信你一定会立刻回答我说 你是台湾人 好这点没有问题 但是呢 要是我再请问你 你打哪来 请问你要怎么回答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说 你不是中华民族 你不是野皇子孙 你的祖先是阿拉 是耶稣 是阳格鲁 撒克逊 是北美的白人 是跟孙悟空一样 是打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人 难道你要这么告诉大家说 你祖先的由来吗 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在全世界所占有的人口比例 已经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强了 难道你们这些人 从小就没有读过 折一根筷子折了断 但是折十根筷子就折不断的 团结力量大的故事吗 难道大家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中华民族 但是呢 却要被人口只有区区几亿的西方世界 拆分成什么香港 台湾 新疆 西藏 然后连全世界各地的华人 被分裂成好几块 为什么我们要被西方各国 把一个好好的这么大人口基数的一个中华民族 调拨成分裂互相敌视的好几个不同地区 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将力量一致对外 让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占有他应该被尊重的位置 就如同台湾的戴智颖 跟昨天的大陆羽毛球选手 他们在争夺金牌的过程 到最后 他们两个人握手言和的那一个画面 难道大家就没有想过 其实两岸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争的 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两岸都是在为中华民族获得金牌而加油 所以要是把全世界都属于中华民族 都属于炎黄子孙的国家 他们所得的金牌加总的话 包括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样的华人 他们所得的金牌加起来 我相信全世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 他们在奥运上所得的金牌数 会超越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是以后我们参加奥运 就用中华民族奥运队 号召全世界所有的中华民族 都加入这个团队去参加奥运的话 以民族做单位不要以国家做单位 我相信到最后的得奖数 保证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国家 他们的得奖数可以超越中华民族的 到时候所有的光芒 所有的荣耀通通属于中华民族 难道大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以让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 再会应在全世界的舞台之上吗 当然我知道 我这样的想法一定会有人吐槽我说 到时候奥运只要拒绝中华民族 这样的单位参加不就好了吗 好啊 要是他拒绝的话 那很简单吧 中华民族既然有这么大人口基数的话 那不会自己办一个奥运呢 我就不相信 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所办的运动会 那些外国选手 他会不想要曝光在这些人面前 反正结论 我只想传达一个概念 给像戴智颖这样的年轻人 你们一定要以戴智颖跟大陆选手 握手这张照片为借镜 两岸并没有什么仇恨 你们跟共产党也没有什么血海深仇 你们应该趁现在中国崛起的机会 赶快去跟对岸交流 或是赶快跟对岸做朋友 只有这样子 台湾的年轻才有出路 要不然你们要是都听菜马桶的 被菜马桶欺骗说 共产党是坏人 共产党会灭你全家 要是你还相信这种鬼话的话 那你就只能默默的把你的青春 消耗在台湾这个鬼岛上 不要说你一辈子翻不了身了 但是至少你这辈子 就算你学的再多再厉害 但是要是有一天一不小心挨了菜马桶 给你的一针毒针以后 那你这辈子不但完了 而且到最后怎么死了 可能都不知道了 好那最后虽然时间有限 但是呢 我还是得把为什么 我对吴亦凡感叹的原因告诉各位 其实我对吴亦凡 为什么感叹的原因非常简单 只有几句话 就是我觉得吴亦凡 你在事发之后 我觉得你跑错地方了 因为听说你曾经想跑过加拿大 但是呢 要是你那时候决定 不要跑回加拿大 而是直接跑来台湾 只要你跑来台湾 而且做一件事情 那我保证你接下来 不但什么事情都没有 搞不好你还会成为 支持民进党的那堆白痴人心中的英雄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 你只要跑来台湾 然后立刻加入民进党 然后呢立刻发表宣言说 那些大陆公安以及那些女孩子 他们所对你的指控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阿共设的圈套 都是阿共的阴谋 其实你真正的目的 不过就是想牺牲自己 来揭发老公用这种阴谋 故意要陷害外国艺人的圈套 或是你干脆就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真正的身份 就是美国派驻加拿大到大陆的007 而你为什么要跟那些女孩子上床 其实最大的目的 就是想从这些女孩子口中 套取到中国的情报而已 因此呢 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情报员 你所做的一切 所做的牺牲色相的事情 都是为了要帮西方世界 或是帮台湾这个美国的走狗 套取情报这样的伟大工作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为了要揭穿阿共的阴谋而已 然后你说完这篇宣言以后 一定要记得回过头来 一定要赶快加入民进党 那为什么要加入民进党呢 因为相信我 绿色在台湾 就是会被原谅的颜色 而你呢 因为你已经绿了这么多人了嘛 你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绿巨人 要是你再加入民进党的话 那就等于是绿上加绿 而在台湾 拥有绿上加绿的人 怎么可能不被原谅呢 只不过呢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 都因为你跑出的地方 而不可能发生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也会对吴亦凡事件 感到叹息的真正原因了 好 那因为今天这则视频 牵扯到两岸的年轻人未来 因此呢 慎重起见 我会在政府频道多放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到 因此呢 要是已经看过一遍的朋友们 你们就不需要再到其他频道 去看第二遍了 好 今天节目中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